玩具也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演讲这套 铁工厂出品的War Giant Attackers 诈骗吵闹 铁工厂做小尺寸的玩具 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 可以说对各个环节的技术把握 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这次要挑战高人气角色 组合金刚魂天爆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战车队了 首先推出的是诈骗和吵闹 除了武器之外 还有组合用的两个巨大脚板 人形状态下 吵闹明显要大的一些 这和G1的人设也是比较接近的 一体性方面 也是不用怀疑各种的近视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片子 黄色的诈骗 紫色的胸口 做的还是相当精致 特别是方方的脑袋 配上方方的胸口 很有G1的感觉 在如此小的尺寸里做出 这么精致的细节 也是很不容易了 特别是脚板和小腿之间的过渡 是很多大尺寸玩具 也没有做出的一个圆润感 从侧面来看 当然背包就比较明显了 车轮挂在后面 从背后来看小腿的空洞也是暴露无遗 那么在可动性方面 头条左右旋转 向上 能上抬一定的幅度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手臂除了平转之外还能平举 小臂屈肘没问题 外摆内收 包括手腕也有可动 腰身平转可以做到 大腿前后踢 屈膝也有很大的幅度 但是后脚跟显得比较长 有时候会踢到自个儿的背包 说到这个脚板 它可以有一个拉伸的动作 同时向内拐 使它的接地性 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潮闹 整个的身形会显得更加健硕一些 特别是上半身 配了唐克的履带 看起来很霸气 背后还有炮管的外露 当然这个炮塔 可以整个取下来 两个武器都拿下来之后 看一下这个人形 整个的头雕 是比较缩在胸口的一个感觉 比例还是不错的 腰身有一定的收腰效果了 从侧面来看 背包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么小腿的空洞存在 但似乎没有诈骗 还得那么明显 说到它可动性 与头雕的位置关系 所以把玩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低头能做到 但有时候很容易藏在胸口里面 手臂向各个方向活动 需要注意一下肩部装甲的位置 曲肘 外摆内收的小臂 手腕可动 腰身平转 这个都和刚才的诈骗很类似 后面的炮管还能向下 但重上会更加凸显 它阳刚气质 对部向前踢 向后踹 屈膝的范围 也是非常给劲的 脚板除了左右的接地性之外 还有一个平转 包括后脚跟 也有一定调节的可能性 人形状态下 请出官方的小浪花 给大家一个更为直观的 尺寸比例感受 铁工厂的玩具变形 往往都是一个让手指感到比较疼痛的经历 这款玩具诈骗 以及之后要接受的吵闹 相对之前的玩具有所改善 那么手臂这一块 向后翻的时候要先倾斜一定的角度 会比较过度自然一些 之后是把车头错开位置 两边的车窗向上翻过来 那么前部就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之后再把它的脚板拉开来 整个的小腿向前翻 也是一个标准的G1动作 再把脚底板的一个黄色面板 做180度的调整 两边一样 腿部静向的翻转收纳之后 再把两条腿使劲挤压在一起 这个时候翻转到底部 就看到腰身 这个紫色腰身两侧 和它的手臂有各自非常紧实的锁扣 锁上去之后 车顶棚也就自然结合在一起了 前引擎盖往下翻 这小黄色吉普车 就是准备就绪了 最后一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必要 但是按照说明说指示 是可以把这个黑色的架子放上去 炒闹变形也是非常直接了当了 首先是把炮塔取起来 我觉得这样变形的时候 空间会更加充分一些 因为毕竟尺寸很小 空间很有限 第一步要做的是 把绿色的胸甲提起来 就两个紧实的锁扣位 头雕要保持一个 冲前看的位置就是正确了 其实把头雕向后翻转可能收纳会更好 但是确实脑袋缩的比较靠内 向后翻不大容易 我也就直接让它吃土了 人家毕竟有面罩 所以吃土应该还好吧 之后是把肩部的装甲旋转90度进行锁扣 手臂顺势向下压90度两边一样 给大家做一个镜像的展示 那么之后就是下盘腰收这一块 要旋转180度 这个也是变形的时候 有时候比较容易遗忘的一点 如果不翻转的话 你腿部向上提 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 履带出现在两边的情况了 手臂向中间压和身体的内部 进行一个锁扣 之后是把大腿收纳在小腿里面 小腿这么粗壮 也可以想象是作为一个收纳的空间了 之后在小腿上面的履带 再向前翻和前部的履带 进行一个结合锁定 人身的脚板的后脚跟收纳进去 体部旋转180度 再向前搓向内按压 进行一个不错的收纳 两边一样镜像的变形 之后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部件 向中间挤压 就出现一个特别紧实的小坦克状态 变形到这一步 使我想到了G1的玩具 雾影暗仗 之后再把它的炮塔拿过来 安装上去炮管向前翻 咱们的吵闹也是变形到位了 载具状态下的两个小家伙 一体性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没有任何松垮的部件 那么在尺寸方面 依旧是请出官方的小浪花 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可以说铁工厂是一家 特别注重人形 美形度 载具形态比较一般的第三方 但这次的吵闹和诈骗 特别是一个吵闹 载具形态个人是绝对的大碍 多么希望它改一个头雕 然后来一个第三方的 银者外壳 做成雾影暗仗 想想到激动 这炮管可以向上提甚至翻转180度 特别诡异 也是组合形态需要了 炮塔自然能360度旋转了 而且炮塔和机身的比例 也显得非常合适 后部的两个凹线 是组合形态的结合位点 从底盘来看 当然人形的脑袋有个外漏了 如果旋转180度 隐藏会更好一些 诈骗 这是连自个儿亲妈都能出卖的家伙 话说他的亲妈到底是谁呢 整个的小黄色机谱做的挺有神韵的 蓝色的车窗也很有24元的味道 滚动起来 此轮昭的地非常的流畅 背后还有车尾灯的刻画 两个凸起 也是组合的结合位点了 上部黑色的架子 使它能够搭载武器 底盘来看 收纳也算是比较干净了 脑袋有一个很好的收纳位 这是相对炒闹 更加出色的地方 在剧形态下 武器也有不同的收纳位 诈骗还是很有架势的 炒闹这两把枪就算了吧 组合形态变成两条大眉腿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组合的脚板 上部的深色面板翻转起来 炒闹的炮塔旋转180度 炮管提上去 之后它的凹陷 是和脚板上的凸起进行结合 当然我还是不大习惯 用凹陷去插凸起这样一个手法 之后面板还有一个额外的固定位 在不同的维度进行一个加固 之后这个炸片也是类似的 墙底部的凸起 这个就是我比较擅长的用凸起 去进入凹陷的部件 大家看一下 一下就进去了 特别的酸爽 之后背部的部件 也和炒闹一样 有一个类似的加固作用 可以看到它左右腿是有特异性的 炒闹就一定是组合状态下的左腿 而这个炸片就是右腿的存在了 上部是有相应的结合位点 至于它们的大小 小蜜就是请出小浪花来做一个直接的比较 载具形态似乎一直都不是铁工厂关注的焦点 但炸片和炒闹这两个小家伙 载具形态还是挺传神的 变形过程也相对简单 这么小的尺寸完全变形 还有考虑组合形态确实很不容易 期待最终合体的效果 另外就是 有没有哪家第四方 急于这个小吵闹来款物影暗障呢